距离幅很近了 才能说得出来啊 我们学经教 就如同这一句说说的 开阵营 能够对佛法尊重 正知正见 就这意思 对中国古圣先鲜 老祖宗的奠基 尊重 静养 独师帅 开阵营 他知道写真 那么对于这些不尊重 诸佛菩萨 诸诗大德 包含我们 中国过去的老祖宗 我认为这些老祖宗里面 有很多是佛菩萨在来 那要不然 他对于诸法实际 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庄子所说的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这不是大车大物的人 说不出来 这是什么人经济 法身菩萨的经济 居立福很近了 才能说得出来 所以古圣先鲜 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朝代都有几个 误入自信的境界 下面说本金 得尊普圣先鲜 得尊普贤品 得尊普贤品 得第二品 里面有这一句经文 开化显示的 真实之极 本金有三个证实 真实智慧 真实之极 真实利益 要注意真实这两个词 为什么 世间法是假的 六道轮回里头没有真实 设法界里头没有真实 那设法界是六道之外 声闻 研究菩萨 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都不真实 所以那个佛 大臣教理教他说 相似即佛 很像佛 不是佛 那么真佛的标准是什么 要见信 没有见信 修得很像佛的样子 戒定会三学 真下功夫 学得很像 但是没见信 就叫相似佛 不是真的 见了信 这就真的了 所以见信称佛 这陈正佛 要明白这个道理 大臣普贤 平时说 开花 现实 开 是 祝佛菩萨 大致 大悲 印花在世界 佛 佛不到时间来 众生 永远在六道 各轮回 佛到时间来 帮助他们 第一个 能脱离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是究竟苦 你与苦 这个 这个 帮助他 利苦的路 不出轮回 帮助他 利苦 是不究竟的 你帮助他 从三窝道 深道 三山道 深道 人道 不错了 比三窝道 苦 要少数很多 但是人还是苦 从人道 再把你 提升到天道 欲接天 四接天 五四接天 一层 比一层路 利苦的路 但是怎么样 没有出六道轮回 四接天的寿命到了 五四接天 寿命到了 上头没有了 那就肯定 往下坠落 六道的深尘 深到上面 时间短了 堕落到下面 那受罪的时间长啊 所以帮助人身天 帮助人身 欲接天 色接天 五色接天 都不是究竟路 暂时 离苦的路 那寿命到了 还要堕落 阿赖耶里面 那一些烦恼 稀奇 物业的种子 都还在啊 没消失掉啊 那只有佛菩萨 能帮助我们 化解这个问题 那 中而是 诚知 把阿赖耶里的 夜系种子 烦恼种子 统统都变成 智慧的种子 觉悟就是智慧 你就是烦恼 帮助他觉悟 这是真实功德 这是真实的利益 这是真正的利库得罗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